美女行骗 看小伙如何接招 妈 这昨天打过了呀 这也打过了 这个 喂 喂 你好 你谁呀 我是小杨 谁 小杨 不认识你打岔了吧 你认不认识没啥事 那个我现在通知你个事 啥事啊 就是吧 我老公是个富少 但是他常年在外边应酬 就是我们俩一直想要个孩子 继承家业 可是我老公没有时间 我问你有时间吗 你啥意思啊 你想跟我俩生孩子 对 不合 那这不好吧 我就是要一个孩子 然后之后先给你一百万定金 如果事成之后 我再给你五百万 是正个事 对 那你那啥呗 我这个就是 长年就是干活嘛 完了就身体劳累 现在身体不咋好 你看你能不能就是 先给我整点营养品啥的 补补身子 这样咱俩生出的孩子 不也健康吗 这个没事 我们这里有权威的医生 会给你检查身体 然后再根据你身体所需要的能量 来给你补充营养 一切费用是由我们承担 而且我会派私人飞机过去接你的 呦 我的妈 那你这服务真的太收到了 就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什么要求啊 就是你直接就坐着私人飞机 你就上我这儿了 咱俩就一起过得了呗 你看你跟你老公俩 你不也不能生孩子吗 主要你老公不忙吗 我天天没下事 给人家就伺用点猪物 伺用点地儿 你这人好像有病 小样子 他跑这儿骗我了 谷歌 一妈呀 不是豆芽吗 那个人呢 没下事溜溜的 这刚才不是有个傻子给我打电话 这我给我俩生孩子 还给我五百万又咋弟弟 对 别骗他 好 现在骗子堵 我去那边溜的去了 你上那边溜的 那时候我俩一顿溜的吧